我在網上在群組裡也傳了羅馬書的介紹 羅馬書的大綱和作者 我都盡量幫助大家 我在這裡也用一些羅馬書的經文 你一看的時候就變成看過 更加深刻印象和更加容易記得 所以現在開始我都會盡量跟著《讀經計劃》的讀經 大家比較容易 我們一起讀羅馬書一章十六節 我不以福音為此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猶太人 後是欺利利人 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 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 如經上所記,二人必因信得生 原來神的憤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賤不義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理的人 這個經文裡面說到 我不以福音為此 福音就是神的大能 福音是什麼呢? 福音就是耶穌基督降生為我們釘十字架 然後死了,復活,升天 然後坐在天上,他將來要回來 這是耶穌基督的福音 叫每一個悔改信靠主耶穌的人都可以得著救恩 這是神的大能,因為祂能夠拯救靈魂 將很多人帶進天國裡面,更新我們的生命 這是神的大能 所以寶劉說我不以福音為此 我不會以福音為羞恥 然後他就說出真理 就是說到二人必因信得生 這句說話是馬丁路德 大家如果聽過馬丁路德改教的時候 因為當時的羅馬天主教 其實現在也是 他們很多時候會靠行為得救 他就經常打自己 我要悔改,我要悔改 我很多罪,還要苦黑幾身 總是覺得罪未清 總是覺得神不會赦免 但他後來看這句說話 恩信得生 而人的恩信得生不是行為 是信靠耶穌 忽然間他的心就明白了 後來他就想著跟教皇說 他想著教皇一定會聽到這些好消息 一定會相信 他就有一個叫95條的 他講出來的教義 就帶他去給教皇 誰知道結果是完全跟他相反的 他以為教皇會 聖經真理 原來聖經這麼說 原來我們不用擔心 罪不得赦免的 但他發覺教皇是拒絕他 不過當時他就得到 德國當時的地區皇 保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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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反而去 保護他的國家 所以他就能回到現在 當時沒有被捉 但後來其實 也有危險 後來有更多人跟從他 興起這個改教 即是可以直信清義 即直著信耶穌而清義 就不是靠行為的清熱 這就是這句說話 恩信得生這句說話的重要性 但是經文又說了另一件事 神的憤怒 神這麼愛人 怎麼會有憤怒呢 很多人就不明白 為何有神的憤怒 為何會有神的懲罰 為何會有末日 為何會有大災難 這些這麼多事是很多人不明白的 其實下面可以寫 神有兩方面主要的聖情 一個就是慈愛 但是另一方面它是聖結公義和義勞 為何要有聖結公義呢 如果沒有聖結公義呢 你將來去到天堂 那些人又犯罪 又說謊 又生氣人 天堂就變成不是天堂了 如果哪個地方有罪 那些地方就不是天堂了 如果天堂是這樣就很慘 如果神也是這樣 隨意犯罪都不要緊 天堂就一點都不美麗了 但是我們感謝神了 神是聖結光明的 他聖結自然 他不能夠容忍罪 有罪的時候一定要懲罰 其實神將這個聖情放在我們心裏 我們看到不公義的 我們會覺得很不公平 很簡單 如果有人走來你家搶劫 打你家人 然後你去假設這個情況下報警 誰知道沒有人理你 假設沒有人理你 這個小人物 那個是大人物 那個人他沒有打你 他沒有打你 說謊的騙人的 這樣的時候你會覺得很不公平 你一定會有憤怒 神有他的義勞 但神的義勞是沒有罪的 是完全聖結的 這個憤怒降在誰身上呢 就是那些所有不虔 不虔誠 又不公義 不跟從神的 以及不行不義 阻擋真理的人 這個就是羅馬書 一章這裡說了 接著就說到 直著創造可以看到神的能力 我們一起讀羅馬書一章十九節開始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 原顯明在人心裡 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 自從做天地以來 神的永能和神聖事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 但直著所做之物 就可以曉得 叫人無可推諉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 卻不當作神榮耀他 也不感謝他 偷懵的思念變為虛妄 無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稱為聰明 反省了如絕 將不能惱惠之神的榮耀 變為偶像 彷彿必惱惱的人和非禽 走受昆蟲的樣色 這裡說到 神的事情 關於神的事 顯明在人心裡 人小時候都會想到有神 也會想到有鬼 有黑暗的勢力 有光明的勢力 我不知道大家的經歷是怎樣 每一個人 因為神將這些東西放在我們裡面 所以我們都會想到有永恆 我自己來說 我小時候 我不知道在哪裡聽到耶穌 根本我那時候還沒去過教堂 我小時候 看天上的魂 我就說 耶穌是否在那些魂後面 我自己會這樣說 後來我也想到 是否真的有神 我就很正面去研究 當我發現有神 我是很興奮很興奮的 而這個經文是說到 神的事情 是顯明在人心裡 自從做天地以來 神永遠的能力 和他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雖然眼睛看不到 但藉著所造之物 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這個經文 我們可以用來傳福音告訴別人 你看看萬物 你看看這麼多的奇妙設計 譬如我們的眼睛 全身都不透明 全身都有血度 所以不透明 但我們的眼睛 是沒有血到中間 中間是完全透明 為何唯一的地方是會完全透明 而它包著眼靶 是完全不漏光 我們的手會漏光 你如果向著燈光舉起的手 你會看到手蝦 是有些光透過的 如果我們的眼睛 眼靶是這樣的 那你經常看東西 嘩 很多光 因為周圍都是光 但我們的眼睛 是完全不透明的 然後前面有個鏡頭 有些筋拉著它 可以 你一看遠 一看近 立即可以對焦 這些 看到這個眼睛的奇妙設計 然後那些 就有一個紅膜 控制有多少光 去到眼後面 就會有一個感光的化學物 在那裏產生 有很多感光的細胞 然後它就讀到那些光之後 就傳到腦 其實傳到腦 是電來的 但那些電去到腦 那些電去到腦 那腦就不會說 哎呀 很多電 很多電 那腦就會說 我看到有綠色 紅色 有不同顏色 我看到有人 有樹 有飛鳥 會看得很清楚 而且你看的東西 是不會蒙茶茶的 是會清的 這就是神的創造 讓我們看到 很多東西都是神的設計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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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他們知道神 但他們不當作神 榮耀他 並且將不能扭壞的神 的榮耀變為偶像 很多人都拜不同的生物 譬如在印度有 猴子的廟 有不同的東西 有些人拜蛇 拜牛 其實不同的宗教 都會拜一些牛象 有非 叫來 我們 知名 在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